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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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想和大家乘坐时光机回到旧阵史 不是去猪罗记的年代 而是去上世纪90年代 是去上世纪90年代 1993年 那时我还未移民 香港就是刚刚公映 《猪罗记公园》这一套电影 第一套的《猪罗记公园》 在地铁的海报 或者报章的广告 都看到《猪罗记公园》这五个字 有一天我和我妈乘坐的士 经过太古城 对出海皮一个公园 那时差不多落成 我妈就问我 那个是什么公园 那我们就问 那个就是《猪罗记公园》 那我妈说 原来这个就是《猪罗记公园》 她相信的 当时的士司机 还在笑 是的 我妈已经在几年前离开了我们 但是《猪罗记公园》 的电影呢 拍完一套又一套 已经是最近拍到第六套 《猪罗记公园》 第六套的《猪罗记公园》 就跟之前说的五套 挺不同的 讲到共存 不是与病毒共存 而是与恐龙共存 都当然拍得很好 那些科技 那些手机 这些画面 一集比一集好 好了 那说回 第一套的《猪罗记公园》 1993年 我是不是在电影院看的 也不是看DVD 虽然我有齐了 头那三集 有这一集《猪罗记公园》 就是头那四套的 《猪罗记公园》 电影的DVD 我有齐了 但其实第一套的《猪罗记公园》 我是看LD 就是那些旧色的光碟 一套的《猪罗记公园》 是要三只大光碟的 在电影里面 最令我感觉到难忘的 就是有一幕 一只《猪罗记公园》 在身体咬食一棵树上的树叶 就是日光日白的 不是夜晚 夜晚可以有很多村崩位 遮遮掩掩 日光日白拍到 如此神似 令我印象非常之深刻 好了 Jurrasset Park的想法是非常之好的 因为它讲及到 蚊子咬了恐龙的身体 吸了他的血 若干年后的今天 那些科学家 就从那些蚊子里面 身体里面的血 拿出了恐龙的DNA 就可以复制这些大恐龙出来 理论上是行得通的 但实际上我不知道 那时候我买了两本书给我的儿子 第一本是中文 叫做《珠罗纪公园》 看看画工都发觉是很日本的 很明显是日本画的漫画 给一些香港的出版商 加了一些中文 就在香港出版 每本买15元港币 买了这本漫画 送给我的儿子 过来澳洲 又在一间的书店 买了这本 《珠罗纪公园》 《The Film Storybook》 是3元澳币 里面简简单单 把第一集《珠罗纪公园》的故事内容 举及一些图片 则上old票 这些小朋友便看得很开心 至于这些玩具 我相信最吸引人的 居民 listed T-Rex tässä被泥笼 恐龍很有趣,中間有一塊肉可以拿出來 我想起聖經裡面,在創世紀上 上帝跟阿當說,做了一個下蛙出來的時候 就說,你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 為什麼這隻恐龍,我想起聖經 另外還有這隻恐龍很有趣的 手拉一拉,嘴就會動 記不記得第一集的豬狼企公園 壞人的肥佬,在風風雨雨的晚上逃走 遇到這隻恐龍,被一隻恐龍噴了毒液在臉上 最後被一隻恐龍作為晚餐 我特別想說的是這隻恐龍 這隻真是古董,我猜是1970年左右 那時候我還在讀小學的時候 我有一個叔叔,專門生產這些動物玩具 送了給我們 這隻恐龍的尾巴,有它的名字 叫做是Brotoceros 你看看這邊,Made in Hong Kong 看到嗎?有尾巴 Made in Hong Kong 的玩具 是六七十年代的產品 本身是一件古董 好了,這幾個公仔 包括了有Dr.Ellen Grant 以及他的拍檔Dr.Elly 還有兩隻Baby dinosaur 很特別,很趣 當時90年代,香港很流行閃卡 記得嗎? 我幫我兒子收集了一些 Jurassic Park的閃卡 包括了有男主角 Sam New扮演的Dr.Ellen Grant 那個小孩子 Tim 還有那個壞蛋 那個肥仔 還有那個時候都很受歡迎的速龍 以及T-Rex等等 我相信珠羅紀公園長拍長有 挺好看,也很幽默 今時今日偶然回香港 我經過太古城對出的公園 我都會想起珠羅紀公園 以及我媽媽 多謝收看威廉夜冷 請訂閱這個YouTube Channel 和Like我的影片 也歡迎大家在留言 一起懷舊分享